啊!Kic来了啊!来 啊!来来!哇! 哇!Kic来了啊!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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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非常高兴咯 我们的Tococ来到了台北白金录音室 这地方录了很多天王天后 一些很有名的歌手的一些唱片 所以不要开玩笑 在这边讲话不会也太大声 但底下会有人跑出来 我们来到这里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来这里是因为 要完成我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寫了很多歌 偶爾會幫人家填一些詞 可是我自己的曲呢 從來沒有讓人家唱過 頂多是有一些人跟我合唱 突然間今天就有一位 很重量級的一位 蛤? 不要不要 請不要拍這邊 請不要拍這邊啦 OK 有一位很重要的一位 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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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要唱首 就是我寫的 詞跟曲 有一點緊張 所以我冒了一點手汗 然後這位就是啊 蛤? 你拍一點 拍一點 你拍一點點這樣 你拍一點點 不要看到全部 啊 回來 回來 OK 再拍一點點過去 看到嗎 嗯 來 你們掌聲來 歡迎我們的 秘訣師派 黃小虎小姐 鼓掌一下 鼓掌一下 有有 等一下會有 我們會加那個罐頭的那個掌聲 對對對 耶 請問就是 就是黃小虎小姐 你覺得來這邊 錄這首歌你有什麼感覺 錄音不是太陌生 但是錄這首歌的感覺是覺得 它是 對我來說是另外一個挑戰 因為 很少唱同一首歌 然後裡面有 三種語言 這首歌就是我 特地為了冠軍歌王這部電影呢 寫的一首歌 因為這部戲的男主角是 吳孟達先生 他是福建人其實 然後是香港人 因為我覺得 小虎姐她經歷那麼多年的 戰爭 所以她 戰爭 然後所以她在這個遊樂前 她認識很多人 我相信她 廣東話應該是可以的 可是我來到這邊才發現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所以小虎姐你沒有唱過什麼廣東歌嗎 以前有挑戰過那個叫 上海灘 上海灘的表製呢 其實我覺得還好 你可以不會示範你小燈 什麼 龍斑龍老 慢來 沒有 你要慢 要動動動 1 2 3 登登登 沒有 龍斑我動動動 你知道嗎 我還要 欸 接受寶孟還要這樣被要求嗎 沒有 龍斑 動動動 龍老 動動動 你去弄錯了 你還要幫我配音 算了算了算了 以前就是唱過上海灘 然後但是這一次呢 你的歌曲呢 裡面那個歌詞 因為配合這個電影 所以那個有幾個字是非常難發的 對我來說是這個字挑戰 我寫的那個歌詞在廣東發音裡面是 算是比較難的 比如說有那些 那種 這個還好 風香 小虎姐是高雄人 所以還有 香你知道嗎 很香叫香 香香 香 不是 不是 對啊 那個舌頭還要弄 這樣 欸 喂 你跟我一起來啊 不要啦 難看 我覺得最近很多選秀比賽啊 包括中國大陸啊 香港 台灣 還有馬來西亞就一大堆那些選秀比賽 然後有些好像辦了一下子又沒有 然後有些又辦了很多年 可是他們參加選秀比賽的那些人 他們也不知道他們到底是要為了要什麼 而去參加 或者是想當歌手 他們也找不到一個方向感 所以我想在這裡請問一下就是小虎姐 你覺得 要當一個歌手呢 除了要會唱歌 要具備什麼樣的條件 呃 就是 胸大嘛 然後 長髮嘛 身段軟嘛 然後嘴巴甜嘛 可是這樣 可是胸大 胸大怎樣 不行嗎 有嗎 唱歌的這一部分 我覺得 平常的練習 對一個喜歡唱歌的歌手來說 是很重要的 歌聲有沒有特色 這也是很重要的 進而去參加比賽之後 希望有好的運氣碰到好的經紀人 這也是很重要的 那進了演藝圈之後 你的歌唱事業是不是可以走得順利 是不是可以站在不敗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下呢 這也是另外一個課題 所以其實 真的 沒那麼簡單 所以我這樣聽 我覺得分成幾個階段 他說第一個階段是天分 嗯 有特色啊那些 然後第二個階段呢 就是要努力練習 第三個階段就是 太多要好 第四個階段就是運氣 然後第五個階段就是 就是要維持下去 才可以混那麼多年 到今天站在這裡 所以這六步 沒有 六步嘛 隨便啦 同時就是 就是沒那麼簡單 謝謝小五姐 謝謝 所以我是不是也要跟你一樣就是 要嘻哈這樣子 你要跟我們做一個ending可以嗎 ending嗎 就是 Dock East Dock West Dock 3 Dock 4 然後你跟我一起做最後一個這樣 Dock Go OK來 一二三 Dock East Dock West Dock 3 Dock 謝謝